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欧洲疫情大反弹 受天机转冷 防疫措施放松以及一些国家疫苗接种进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 欧洲新冠疫情近来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第四波疫情如遇而至 荷兰成为欧洲地区今年夏季以来受个局部封城的国家 反封城的人士上街游行 奥地利宣布对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 警方对违反禁令者予以重罚 英国表示将不会跟进封锁 给出的理由是死亡人数从激增开始下降 目前新增已经大幅下降到38,351例 特别是死亡也下降到了157人 数据表明 第三针疫苗可以提供显著的保护 对新冠感染造成的轻症也有效果 不过专家仍然发出警告 11月新增感染仍有可能出现上升 法国层面 那位出轨助手违反防疫规定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 Khan Koch要出书了 说明是 我如何打赢新冠这场战 消息面上 继墨沙东之后 辉瑞也将与95个国家共享抗新冠药物 辉瑞声明称 只要新冠疫情被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辉瑞将不会从低收入国家的销售中获得使用费 也不会从协议涵盖的中等收入国家获得使用费 关于这个新冠药物 目前还只是消息面的博弈 对于具体的营收影响还没有办法进行任何预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股 区块链概念股大跌 马拉松数字公司股价继续下跌 一举抹去了这次比特币上升带来的几乎所有涨幅 由于马拉松主要是一家比特币矿商 投资者倾向于将加密货币矿商 因为与贵金属矿商类似 加密货币采款公司为投资者提供了对相关商品价格的杠杆 这种方式可以放大回报 但公司面临两个负面的消息 第一个作为矿商 重资产运营下资本相对不足 该公司账面上持有大量的比特币 但一直不愿意出售比特币以资助增长 该公司打算发行5.75亿美金可转换票据进行融资 10月 公司刚刚宣布已从银行获得了1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并将用这笔贷款为公司的比特币挖矿业务 提供资金并购买新设备 这次又是接近6亿美金 这里请注意 对于一个市值低于6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而且缺乏大型投资者的充分参与 如此大规模的可转换债务发行 可能会永久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 第二点 这家比特币矿商披露 它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 要求提供有关数据中心设施的文件 联想到该公司才宣布拟发行5亿美金 可转换票据融资 就接到了SEC的传票 针对去年增发融资来扩建矿场仪式做调查 SEC可能正在调查 是否可能存在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 如果SEC的调查最终没有事情 那么股价会反弹 如果查出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就是一切千里 所以目前的博弈 完全取决于您自己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加密货币的新税务报告 要求是拜登周一签署的 5500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的一部分 这也令加密货币承压 总之 敬畏风险 祝大家好运 下面来看加德宝 公司公布其第三采集业绩 营收368.2亿美元 超市场预期的346亿美元 第三季度净利润41.29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35.18亿美元 第三季度美股盈利3.92美元 市场预期3.36美元 去年同期是3.18美元 第三季度同店销售额同比增6.1% 市场预估同比增1.49% 第三季度美国同店销售 同比增5.5% 市场预估同比增0.52% 原本市场预计 供应链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 会拖累公司的盈利 同时因为开放 去购买DIY项目的人减少 但实际是顾客减少 但平均价却增加了 而且加德宝的专业客户的销售额 超过了DIY客户的销售额 这趋势也在持续 对于公司的长期远景 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指标 第一个 美国的平均房龄 美国几乎一半的房屋 是在1980年以前建造的 超过三分之一 是在1970年以前建造的 老化的住房存量是一个长期助力 此外 年轻的人口群体正在取代年长的房主 而这些买家更有可能进行改造项目 第二 目前的住房供应处于低位 而且这种短缺 短期无法解决 美国的住房短缺为380万套 表明加德堡有较长的增长跑道 第三 加德堡的规模是全美第一 几乎和劳势形成了二元垄断 这创造了一个规模优势 使公司在于供应商和广告商的讨价还价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 反过来 这也为该公司提供了竞争性的价格优势 上面所说的材料供应成本压力 长期会得到解决 第四 注意 加德堡不仅仅是家装潢公司 大部分的房产和店面都是自己持有的 其房产的价值约为250亿美元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最后 加德堡还提供良好的股息 公司也在不断地回购股票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 加德堡的流通股数量大约减少了一半 此外 管理层之前还宣布了一项新的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这相当于目前市值的5%以上 公司的信用评级为A 在客户忠诚度方面的排名也很不错 总之 除了经济衰退之外 所有长期的指标和趋势表明 在可预见的未来 加装市场仍然是一个可持续的市场 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该股不会提供长期的上升空间 来看股价 估值和历史数据相比并不便宜 对冲基金的兴趣仍然低于平均水平 加德堡的股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 在365美元以下有一个成交量真空 所以在这里被打破 可能会看到一个急剧移动到330美元 然后从330美元到320美元有很强的支撑 成交量很大 200天移动平均线就在320美元处 对于股价未来的走势 华尔街的投行分析师则持续看多 目前 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为369美元 注意 这个是12个月的目标价 从场面来看 加德堡是一家提供增长 价值和收入的公司 是一支有吸引力的 值得关注的消费类长期价值股票 下面我们来看沃尔玛 同一时间 沃尔玛公布截止10月31日的 2022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公司营收1405.25亿美元 同比增长4.3% 规模净利润达31.05亿美元 同比降低39.5% 前三季度 公司营收4198.83亿美元 同比增长3.1% 规模净利润101.11美元 同比减少了35.2% 财报其实没啥可多说的 盈利偏弱 主要是人员成本的激增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不会对股价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于很多人而言 无论是消费体验 还是股票的表现 其实更加喜欢好市多 那么下面重点来了 好市多经济好的时候 股价表现则可能超越大盘 而在每次美国经济衰退时 好市多都不太抗跌 而沃尔玛倒是抗跌小能手 在2001年的互联网科技泡沫 大崩溃的时候 标普500跟好市多下跌都超过了30% 而沃尔玛只跌了6% 2008年的金融危机 标普500下跌超过40% 好市多也跌了26% 而沃尔玛反而逆势上涨了16% 沃尔玛关键的抗跌因素 就是上面所说的商品种类多 房租便宜 人工相对便宜 店面也够多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对于手头较紧的人来说 人们更在意手头上多留些现金 在景气年度 好市多的股价的涨幅会跑赢味吗 所以这里到底接下来 明年会是景气年度还是衰退年度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判读了 这里只是告诉你如何看待这两只股票的区别和底层逻辑 仅供大家参考 总的来说 在今天的股市中 消费类股票为投资者提供了安全和增长潜力的良好融合 无论你是否想过 你可能每天都在依赖消费类主持人 消费品股票由销售包装食品和家用产品等的公司组成 往往能抵御经济的衰退 一些消费类公司仍然可以继续做得好 包括塔吉德公司 沃尔玛公司 加德宝 好市多 宝洁公司 以及大家平时不太注意的折扣店 Five Below等 这次 通过加德宝和沃尔玛的财报 可以部分了解美国消费者支出的健康程度 这是最后一批经济情予表 特别是加德宝 它是美国消费者情绪的一个明显标志 通常的焦点将是供应链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 以及这些是否能转嫁给消费者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优秀企业的决断力 在供应链问题上 我们之前说过 加德宝作用自己的船只 来应对供应链的迟缓 显然在这一方面 由于提前布局 做得非常不错 伟大的企业 对于毛利率都有变态的追求 这个变态是指向两个极端 极高和极低 极高好理解 SaaS板块是代表 极低怎么理解呢 差异化商品或服务 以规模取胜 谁能把毛利率做到最低 还能不断的扩张成长 他就是这个行业的翘楚 比如沃尔玛 好事多 但是如果能够二者坚固 毛利率高 而且有垄断性 那么就是绝对的王者 所以说苹果是王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期翻外篇是真的吗 天价补偿 每人45万美元 这个话题和股市无关 可以跳过 视频回答观众问题 尽量做到客观 找你最了解的方式去投资 你才能够真的赚到钱 欢迎大家积极留下路过的脚印 别忘了来个三连机呀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本期翻外篇 最近媒体对拜登进行了一些总结 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男人 他又哭又笑又道歉 特别在访问欧洲行程中 展现了真性情的一面 比较历任美国总统 川普充满男子气概 奥巴马展现圆滑自信 拜登则是流露真性情 拜登不理会政治人物道歉就是软弱的信念 总是把抱歉挂在嘴边 他会因为迟到道歉 为占用太多时间道歉 为太孤躁而道歉 也为了表现没有其他人好而道歉 这次在欧洲 拜登为川普当年的行为 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致歉 获得了各国领导人的普遍谅解和好评 从欧洲回到美国后 拜登又开始为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进行道歉 据CNN报道 拜登在受访时表示 事实上 不管什么家庭越过边境来美国 无论是否合法还是非法 都不应被拆散家庭 父母都不应失去孩子 那是上届政府的无耻行为 不人道 我们道歉 拜登明确表态 将支持对被迫与孩子分开的移民提供补偿 不过对于外界的盛传 对于这些被拆散家庭的非法移民 每人提供45万美元现金补偿的消息 拜登进行了驳斥 但对于记者的追问 拜登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如果真的是每人45万美元的补偿 那么将是天价 甚至超过向911遇难者家属提供的费用 估计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 也觉得这一补偿金额太过了 要知道川普时期 在边境和父母分离的儿童有大约5500人 而最近一年以来 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移民约170万人次 这里包括许多人被遣返后再次跃进 再次被捕 但一同入境的儿童 则被送往全美各地的儿童拘留中心 而到目前为止 这些非法移民家庭已经提出了大约940项索赔 也有消息说 不是美人而是按照家庭 拜登旗下的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以及卫生部 现在正在考虑向每个受到伤害的非法移民家庭支付接近100万美元的赔款 目前 司法部和律师正在谈判合理的补偿内容 总之 数目惊人 对此 佛罗里达州州长发表评论 在美国供应链出问题 能源短缺 物价飞涨的今天 若补偿成真 则会给那些辛苦奋斗的美国人一见耳光 民主党内部批评者说 对华盛顿这个政治丛林的内部斗争而言 拜登需要更加强势 需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政党更加团结 拜登就职已过去九个月 距离他去年11月3日胜选则是过了一年 祝愿接下来的路会走得更加顺畅一些